万里区台二线的52公里处 就在今天下午发生两部轿车对撞的意外 由于撞击力道很大 车内的安全气囊统统都爆开 两部车几乎被撞成了废铁 零件的车壳散落在车道上面 还造成现场的车流回堵 经销立刻来到现场把伤患送一来治疗 而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就是要厘清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 白色轿车安全气囊爆开 后车厢下方车壳整块脱落 左后方车体严重凹陷 车轮被撞不见 另一部黑色轿车更惨 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撞 车头扭曲变形 零件车壳散落在车道上 两部车几乎成了废铁 可见撞击力道相当强大 黑色轿车驾驶回忆事发当下 人心有余悸 小妹妹更是因为受到惊吓不断哭泣 事发在二十三日下午 新北市万里区台二线五十二公里处 疑似白色轿车失控逆向 撞击黑色轿车 两部车撞成一团零件碎片四散 一度造成现场车流回堵 白色车车上两人受伤 黑车的话是四个人受伤 分别送基隆舱跟医院救治 救护车紧急将伤患送往医院治疗 车祸造成六人轻重伤 幸好伤者都意识清楚 而且没有生命危险 原本一家人开心出游 却无辜被撞 目前警方正介入调查 要来理清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